我覺得第一件事,拉票當然不可以 但問題是當有人拉票 然後有些人會覺得,全部人都很不喜歡 全部人都不夠愛國愛港 我要找一些再愛國愛港的事,我才肯投 那為甚麼他失去了向公眾呼籲的權力呢? 為甚麼他向公眾呼籲 就會跟那些呼籲人頭某些人的人有差異呢? 還要是犯法,還要最高坐三年 這是沒有邏輯的 黃毓民呼籲人去怎樣投票,他就呼籲 我們少了票又怎樣,他就少了票 市民聽他呼籲,他就聰明了 這是一個很自由、很合理的安排 你問我,黃毓民繼續有甚麼任何事去說 或者其他人有甚麼投票的呼籲 怎樣投票的呼籲,完全自由的 為甚麼會成為一個所謂的不公平呢? 對誰不公平了呢? 其實大家都是繼續按著自己的心 去決定怎樣投票,或者是否投票 我覺得所以去嘗試去規管這件事 本身呢?其實本身已經是很諷刺的一件事 大家記得,在這個人大常委 剛剛通過了一個法案的時間 他們說他們有二百多萬人簽名 為甚麼這麼擔心呢? 要二百多萬人簽名,一定有很多票 不會有那麼多投票 全香港的選民有多少呢? 都是三百多萬,四百萬 一定很高票 亦都很高投票率,不會有那麼多白票 不需要擔心 但很明顯政府現在是非常擔心 有人出來鼓勵投白票 然後成為了一個運動,成為了一個風氣 然後令到他覺得沒面子 這就是一個最大的原因 為甚麼他要去規管 因為其他所有事情 剛才已經說了 你不是特首選舉 你只是一個最低的門檻 特首選舉,你說投白票 就真的會影響 但現在不是 現在是立法會選舉的時間 你是拿多少票 你白票多於有效票 你還是成為立法會議員 你仍然可以當選 為甚麼要規管 有甚麼影響 對參選人有甚麼不公平呢? 我真的不太明白 民主黨羅健熙剛剛提到 關於政府面子的問題 民建聯梁智祥議員就說 是關於選舉公平性的問題 交給兩位學者 有沒有兩三分鐘可以說到? 簡短 簡短 因為剛才我看到羅主席 我們亦反對規管投白票 呼籲投白票 呼籲 煽惑投白票 我們不如分析一下 其實真正 如果立了這個例子的得益者是誰 我不知道你是政治智慧不夠 還是口是生非 其實我想政府最擔心的就是 其實可能會有一些激進派 根本他可能不夠資格入閘參選 他就會發起這個投白票的運動 可能透過這個遊行 或者網上的呼籲 然後他們就一定會追擊那些溫和民主派 除非你們民主黨不參加選舉 不參加你可以說剛才的說話 如果你將來想參加的時候 這條法例最大的得益者 就是溫和民主派 你都十分荒謬 以及你們民主黨的問題 都十分荒謬 因為建制派其實 是不會 他們的支持者一般不會投白票的 選舉的公平性多過我有沒有得益 不會投白票 理論上其實 你很多人去投白票的時候 整個選舉氣氛 其實也未必一定是很好 很多人去排隊投白票 真的有些可能想投一些有效票 然後想去選一些 真的為市民打拚的人 有時候的情緒也會影響到 特別有些可能是中間的選民 或者你們的支持者 他會十五十六的 他會想就是 究竟我投民主黨好 或者投一些溫和民主派好 還是可能是投白票好 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口是生非 還是政治智慧不夠 除非你現在跟大家說 你們將來真的不去參選 我覺得你應該有些原則問題 你覺得如果這個制度是不公義 就沒有參加 但是其實他這個法律 根本保障的那個 其實就是溫度民主派 還有你是民主黨 陳偉強表達得很清晰 也都提及到民主黨 他就說你是否決定參不參選 我知道你們遲些才會決定 但你有否可以回應 我們接下來會慢慢再討論 但是如果我們一個選舉制度 只是看看誰有得益 誰沒有得益 然後就決定 他的制度其實就是想 你讓我再說一遍 你剛才說了很長 他的制度就是想多元 其實給不同政治幹譜的人入閘 特別其實根本上就是 保護你們溫和民主派 除非你們民主黨不想再行 除非你說你已經不想 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或者你認為你本身其實是繼續 但如果有這麼多爭議的話 為何不在人大決定 或者政府首先已經交出來的草案 都已經定明 百票如何過半數 或者過了多少票 就選舉無效 為何沒有這樣的決定 你自己覺得 會不會都是現在叫做補數 我想這個由政府可能會解釋 會是方便一點 為何他去到現在這一刻 去提出這個草案 但我想基本上你問 到最後的得益者 其實絕對 過去羅先生攻擊 就說政府沒有面子 可能怕很多白票 其實政府是不是真的有什麼所謂 有建制派就絕對不是得益者 其實反而得益者根本就是你們 然後我就不明白 為何你們反對得那麼緊要 陳先生面子可能沒什麼所謂 交給鍾建華 看看有什麼看法 我想看看現實情況 我看不到為何民主派會得益 這個邏輯真的很難理解 此其一 第二就是制度的公平性 這也是相當重要的 在制度上 現在看看世界各地 沒有哪裏會投白票 或者善叫人投白票 是犯法的 事實上 投白票不是犯法的 叫人做一個不犯法的行為 主權犯法 這個有人也說過 就是一個很荒謬的做法 第二就是 我覺得看回現實 我們最近做了一個調查 其實有61%的被訪者 說他們很有可能會投白票 這個就是一個 很明顯 這個就是 市民對現在改革了選舉制度 那種不滿的情緒 當然了 他們選舉還有一整半年時間 到時是否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但是很明顯的 如果說另一點 你說這個不讓人不善惑投白票 就是想 蓋江浦闊一點 多些人選 這個就是 我相信香港沒有人會同意的 因為事實上現在這個選舉改革制度 就是想更加多人選不到 就是沒得選的 是不是 我相信這個就是很清楚的 最後我想簡單講講 那個所謂善惑的問題 其實善惑這個字 近這一兩年是興起的 這是其實一個很古老的觀念 意思就是說大部分人 就會被人煽惑的 他們沒有自主的 他們是愚蠢的 他們只是受人煽動的 就是我不否認 這個社會有些人 確實會受到煽動的 過去兩年我們看都很清楚 就是有些什麼人 動一些人出來煽動打人 罵人 扣人帽子 這些都很清楚的 所以我覺得問題就 如果你說煽惑的話 第一就是 就是我們的社會 普遍教育水平高 資訊開放 有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 如果假定大部分人都受煽惑 去做一些事情的話 其實就 對港大市民有很大的侮辱 而且事實上 剛才我講了 我們最近做的調查 我們看的情況 越是教育水平高的 越是年輕的 他們投白票的可能性就會越大 這個是很清楚的數據 所以我覺得反而應該想一下 政府現在這個所謂 規管叫人做 或呼籲人做一些合法行為 是違法 本身的 就是 背後的那些什麼 情意結在那裡 可能就真的擔心到時的投票率 其實政府的處理上有很多方法 到時不公佈 有可能投白票 可以是吧 但如果到時 真的白票很高的話 確實會 會比較尷尬的 亦都令到 就是這次的第一次 改革了 就是所謂完善了選舉 如果突然出現一個 比過往任何一屆選舉 更高的 廢票 答票 答票比率的話 這個就真的兜口兜面 刮了這個選舉 就是完善了選舉 兩巴 所以政府就用這個方法 不過我只是最終最後說一點 就是說 其實這個擔心沒得用 因為為什麼呢 香港人根本不用煽惑 你看最近 有一間 有一間連鎖式的超市 很小的超市 突然間被開一間查一查 用不著人煽惑 那些人連續天天在排隊 幫他買東西 所以香港人 本身是要透過一些方式 去表達 對現在的處境的一些不滿 以至一些不同意的 我覺得政府 意圖用一些 動一些 以刑法去嚇人 其實我覺得 只會鼓勵更加多人 用一種不合作的方式 或是逆反方式來回應 我們做的調查 是在政府公佈這個做法之前做的 我相信 我相信而已 我們沒有做到 我相信 如果現在再做多一次的話 結果可能會 可能更多也不奇怪 當然是靠估計 但是正正這個 我看到 因為我們過去留意香港民情的變化 我覺得一點都應該政府要知道的 就是政府每一次 用一些所謂的強力手段 去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之後的市民的反應 都是向雙方向走的 這個是在民調裡面 很清楚看到的 好